那幅鞋垫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可是翠花送给你的定情物啊 你去上大学 就把它塞在床底下了 你是不是 看不上翠花 哪能啊 没有翠花哪儿我的今天 那你就把它好好收着 翠花没有什么文化 你现在上大学了 你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妈担心你将来嫌弃翠花 所以坚持现在 看着你们把这个婚结了 妈也是读书人 我认为呀 人这一生 爱情是很重要 可还有一件事 比爱情更重要 什么 良心 好了 儿子 早点歇着吧 我还能不能发现 你会把这一切都给他 都不会不错 你会把这一切都给你 你不要再走 你会把这一切都给你 你不会把这一切都给你 你会把这一切都给你 你会把这一切都给你 你 你怎么咬我了 你终于成我男人了 再也跑不了了 你知不知道 我就想站着你 你站住我了 我这辈子都是你的男人了 阿珏 陈志 陈志 你回来了 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 是不是 走的时候太急了 是我父亲 对不起 看来这一下子 咱俩是同病相怜了 对了 这两天我没找到你 没经过你的同意 忍不住就把你的小说给改了 你看看 那这个得数上咱们两人的女孩 对啊 你看看 行不行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我马上去投稿 不用了 不用投稿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后再说吧 我还想跟你说件事呢 什么事 我要入党了 好事啊 可是我不想入 那千万别这么说 让人听见得不好 我怕 怕什么 我怕马青生 我怕他看我的那双眼睛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以后别再问我了 我 我得回宿舍了 放下东西我还得上课呢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承认党纲党章 承认党纲党章 执行党的决议 执行党的决议 遵守党的纪律 遵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保守党的秘密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欢迎加入到党的队伍当中来 好 欢迎加入无产机器先方队 好的 继续努力 马书记 去哪儿啊 就这儿 快到了 就这儿 这儿安静 还没人 马书记 你要谈什么呀 离近点 叶小罗 咱们俩好吧 我爱你 我早就爱上你了 你胡说什么呀 我在向你求爱呀 你说什么呢 你没听出来 我早就爱上你了 叶小罗 你好好想想 没有比我跟你结合更合适的了 先不说我的家庭 就说我吧 我是党员 政治上清白可靠 以后还有远大前程 可是你呢 虽然在我的帮助下入党 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 以后会一场麻烦的 你和我结合 这危险就都没有了 叶小罗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叶小罗 你干什么 王秦升 你放手 放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小罗 嫁给我 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 我会让你这样开玩的 你怎么来了 刚才打过西当林了 我正要走呢 陈志 你怎么了 是因为我擅自改了你的小说吗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你从老家回来以后 就一直躲着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 宿舍楼要关门了 我得走了 我得走了 叶小罗 你怎么了 陈志 我本来不想麻烦你的 可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该跟谁去说 如果我爸爸还活着就好了 你别这么说 你不是还有老师还有同学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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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发展你入党吗 他 在宣誓以后 他就向我求爱了 那你喜欢他吗 陈志 你明明知道的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那你就跟他说呗 我 我看 我有点怕他 陈志 陈志 叶小罗 我真得回去了 让别人看见咱们这样 该误会你了 我走了 陈志 咱俩好吧 我不喜欢他 我喜欢的是你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就去跟他说 你别说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不喜欢我呀 我 我已经没资格了 没资格 什么意思啊 我这回回家 已经结婚了 我结婚了 我败过天地了 我爱人就是我插队那个村子的姑娘 她人很善良 很朴实又很能干 实际上我的父母一直靠她照顾着 我母亲的意思是 我们都不小了 所以这回就 对了 麻烦你替我保密 因为我们还没登记 还有 我 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 我会把你当成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你爱她吗 什么 那个姑娘 你爱她吗 你爱她吗 可是因为 她替你照顾你的父母啊 爱 当然爱 真的 叶修楼 你爱她 你爱她吗 我爱她 你爱她 对我来说 太遥远了 我爱人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 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甚至没有我这个家 所以我这辈子只能属于她 回宿舍了 好 姐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书记 在这儿干吗呢 这么晚了还不回宿舍 等你呀 等我 我呀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行 什么事说吧 我看见夜秀罗去找你了 什么 盲撞傻 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那个时候你躲在哪儿啊 管管我躲在哪儿 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可能 陈芝 是你让他拒绝我的 你要这么想也行 你让他拒绝我 难道你就有机会了 你要那么想也行 陈芝 少跟我来这一套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陈芝 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 同乡很重要 最近哪 我收到了一个老乡的来信 他在信里头给我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你想说什么 他说呀 他们邻村有一家嫁闺女 可是没登记就摆了喜酒了 女方是农村人不懂事 这可以理解 可男方是一个大学生 未婚同居这事 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他不应该不明白 马庆生 你想干什么呀 我不想干什么 难道人家给我写封信 我就不看 陈芝 我实话告诉你 我喜欢叶秀罗 已经很长时间了 君子成人之美 我希望你成全我 叶秀罗听你的 我希望你劝劝他 等我们俩半喜酒的时候 我第一个客人就请你 行吧 你等着吧 同学们 我最后还有几句话 我知道你们都是 来自宫东兵的第一线 有着宝贵的实践经验 既然国家 把你们送来上大学 你们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把文化课学好 这次考试呢 有的同学竟然交了白卷 或者说接近白卷 同学们 如果你们刚刚入学 交白卷还可以 可是你们已经学了两年多的时间了 怎么可能还交白卷呢 我知道 有的同学啊 热衷于班上的活动 你既然是个学生 就应该以学业为主 三年的时间 一晃就过去了 同学们 我希望 大家要珍惜 下课 叶小龙 叶小龙 晚上八点 小树林儿见 晚上八点 小树林儿见 请一定等 有要紧的话对你说 庆生 丹树不来 双树来 丹 树 丹 树 丹 丹 树 树 树 丹 树 树 丹 树 树 丹 树 树 马书记 秀罗 你别过来 你要再走一步我就走了 不不 我不过去 我就站这儿 你找我干什么呀 秀罗 我给你写的那些信 你都收到了吧 收到了 那你对我心里说的怎么想 你写什么了 你收到了你还问我 我是收到了 但我没看 对 对不起啊 马轻生 我不能答应你 为 为 为什么呀 你是无产阶级 我是走资派的子女 我高攀不上 正是因为这个 咱俩就更应该在一起呀 如果咱俩结了婚 不光因为这个 那还有什么 马轻生 谢谢你对我的好意 但是我不能让你 继续误解下去 我不爱你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还帮助我入党 像我现在这样身份的人 你能这样做 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因为这个 你就让我答应嫁给你 你还是帮我 推出来吧 我的话说完了 我走了 等等 小罗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有 那从我第一次表白到现在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以前我不敢 我怕伤害你 那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 就可以伤害我 马轻生 我谢谢你对我的好意 但是这种事情 要两个人情愿对不对 我不情愿 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 这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爱上陈志了对不对 是陈志让你来拒绝我的 你别再受他的骗了 你都不知道他在背后干了些什么 他无耻地欺骗了你 他欺骗了你的感情 他干了道德败坏的事 事实上 他在老家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不 他根本算不上结婚 他是和一个农村女人未婚同居 是点灵着道德败坏 行了 你别说了马轻生 你先知道 陈志已经告诉我了 但是你 让我觉得很奇怪 你已经知道了陈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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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应该很清楚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了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了 你为什么还到处说 我 我没有啊 我 我没有啊 刚才已经说了 马轻生 马轻生 你是我们的干部 我尊重你 我也希望你尊重我的感情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在此之前陈志已经知道了 你放心 除了他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知道的 再见 你再等等 叶秀罗 你可以不爱我 但是你不可以不让我爱你 我会一直爱你 追求你 一直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 你别这样 没用的 那是我的自由 我不勉强你 你可以走了 陈志 又是陈志 我却饶不了你 我会一直到你了 我会一直到你了 明天没死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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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书记 这点不用你提醒我 我比你清楚 你还没打饭吧 包子不错 这位同学还看书呢 难得你这么爱学习呀 可是现在该锁门了 大爷 您把我锁了一边行不行 你难道不回宿舍了 快考试了 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准备呢 我就在这儿自习 累了我就在这儿睡 谢谢您了 大爷 要是学什么都像你就好了 可是你这儿也不能开着灯啊 我 我有手电 别人发现不了 好吧 别让教务处知道啊 知道了 就是 年轻人 这傻孩子 干什么呢 你说这么一大块地 就这么慌张 能干点啥吧 干什么 你看咱爸活着的时候吧 咱没工夫 先救咱们娘俩来成天没事 都把人闲的 要不然咱在这块地上 种点啥呗 妈 这么大一块地空着呢 这要是在我们乡下 那就是白家子 现在地都归集体了 一家最多分二分地呢 妈 要不然咱种菜吧 以后这种了菜以后 咱俩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行 那咋不行了 这城里哪有种菜的 这新种花还不让种菜啊 妈 这事你别管了 我明天回趟乡下 对 我拿点菜种子和化肥回来 咱种菜 孙老师 孙老师 什么事 有点小事 您知道我那儿媳妇她勤快 现在家里头就我们两个人了 她想在屋后边种点菜 那可不行啊 就像种花一样 也就是种着玩 孙老师 不管种什么收下来 先给您尝个虾 我从来不爱占别人便宜 丁老师 有句话早要跟你说的 您说的 你那儿媳妇从农村来的 您应该教育教育她嘛 她有些习惯很坏的 自从她来了以后 我就没睡过一个好的午觉 刚睡着 她嗓门那么大 都把我给吓醒了 是是 对不起啊 我提醒她 她嗓门是大 还有啊 她那些农村亲戚 动不动就赶着大车 哗哗哗就来了 那麻烦 拉得满大处都是 好臭的 是的 对不起了 对不起 丁老师 咱们这是学院 别跟着老师们都还好亲近 可送她来了以后啊 是是 对不起 对不起了 妈 你干啥呢 你这要干什么 你干啥呢 坐一口头的 我跟孙老师说几句话 翠花 你不是要在城里养鸡喂兔子吧 妈 回家 翠花 你都会在家里养鸡兔子吧 妈 你干啥呢 你干啥给她鞠躬啊 我去工了吗 你那头点的跟鸡桌米似的还没去呢 妈这是习惯了 咱家不是有问题吗 妈妈 咱家有啥问题啊 爸的历史问题不是早弄清了吗 小心点礼貌点总不会错的 妈 干啥呀 那咱又不是同养心又不是后妈生的 为啥老给他们赔小心呢 就这孙老师最讨厌了 一天到晚拉着个臭脸 老拿卫生球看人 我最不喜欢他了 不行 妈 你以后别理他了 不行 翠花 都是邻居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翠花 你拿这些东西来回家干什么 妈 这在后边那块空地上种菜 完了我在那墙角啊 搭一个笼子 养鸡养兔子 省不少钱呢 什么 那可不行 真的不行 翠花 那邻居又要有意见了 妈 在自家那后院跟他们有啥关系啊 不行 妈 这事你别管了 翠花 你别管了 我来弄 你看 不行 翠花 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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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你们这是干什么 来 翠花 要不算了 为啥呀 你们要在这里养鸡 那可不行啊 这天天不亮的 这鸡就叫 午觉都睡不好 这晚上还不让人睡觉了 我这是母鸡 它不打名 那也不行 到处乱拉屎 多臭啊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它跑过去的 那也不行 这里是城里不是乡下 你到底啥意思啊 城里怎么了 乡下怎么了 翠花 要不咱拆了 算了拆了 孙老师 我们马上就把这鸡 再送回乡下去 妈不行 养鸡咋了 我看那钱牌也养 为啥人能养 咱就不能养啊 翠花 这钱牌养我管不了 你在这儿养 我就得管 我先有味儿 你先有味儿你搬走 你有本事 你别挨着我们乡下人住 翠花 我不许你这样说话 我就得这么说 妈 我早就想这么说了 那成天的 一口一个乡下人 一口一个乡下人 乡下人咋了 乡下人怎么着你了 你吃的喝的 都是乡下人那儿来的 翠花 你有本事你把脖子扎起来 你别吃我们种的粮食 你你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好了好了 翠花 没教养 朗老师 这儿 就要我看看怎么 翠花 翠花 你们家的鸡 又跑过来拉屎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 赶紧把这些鸡给处理掉 你再不处理 我抓着 给你宰了吃了 孙老师 怪我们 怪我们 翠花 快把鸡碾了 回去 回去 对不起 气不通人气 跑到人家门口啊 乱拉屎 你说啥 我说啥 你管得着 你管得着我说啥呀 翠花 别说了 丁老师 你这儿媳妇 你还管不管了 她个乡下人 没教养 你就不管了 我说谁没教养呢 你说谁没教养呢 你说谁没教养呢 我管 对不起了 我没教养 你有教养啊 你有教养 你跑到人家门口乱拉屎 翠花别说了 我不许你再说了 你姐不这么不妖恋的 你 孙老师 骂谁呢你 你骂谁呢你 一口一个乡下人 一口一个乡下人 乡下人咋了 你以为我不会骂人哪 我能骂你骂丑花来 你想不想听 想不想听 翠花 翠花不说了 丁老师 别怪我没告诉过你啊 你这鸡要再跑过来 我绝不客气 不会了 不会了 绝对不会了 你有本事你冲我来 你别冲我骂来 行了 你别进去你出来 翠花丢不丢人哪 让人开笑吧 翠花快回去吧 讨厌你 翠花 你赶紧把那几只鸡和兔子送回去 这地啊咱也不种了 妈 为啥呀 妈 你去看看 那前排后排都有养鸡的 为啥他们能养 咱就不能养啊 可他们旁边住的不是孙老师啊 那鸡是活的 你能保证它 不往孙老师家门口跑 还有 咱也能为了这几只鸡和兔子 成天跟孙老师吵架吗 行了 妈你放心吧 不会了 翠花 妈 你在干什么 妈 你看 咱以后啊 在自己家院子里头 养鸡 种菜 看她敢说的 看见没有 三八线 以后啊 井水不犯河水 妈 你别管 可以 没事 妈 妈 鸡下蛋了 妈 妈 你看 你鸡又下了两个蛋 我看看 又快热乎着呢 妈 自到我来了以后 我还没见你吃过一个鸡蛋呢 这么贵的东西 哪能经常吃啊 你也没吃过啊 你以前都攒着给爸了 以后用不着了 要是这几只鸡啊 它都下蛋 咱就把这鸡蛋呢 都攒起来 不 一天给您吃一个鸡蛋 其他的呢 就拿到鸡翅上去卖 卖的钱啊给陈志鸡过去 他在学校 还不知道过得有多苦呢 傻孩子 还有你自己呢 我用不着 我多壮啊 妈 把这鸡蛋搁到筐子里 攒起来啊 翠花 这头十个 咱别吃 为啥啊 攒起来 好 妈送给孙老师去 为啥给她呀 翠花 为了这几只鸡和兔子的事 妈和孙老师 这么多年的邻居翻了脸 我心里啊 一直不安 送几个鸡蛋过去 修复一下关系 以后也好相处啊 妈 凭啥呀 她咋不送鸡蛋给咱们 修复关系呢 翠花 妈喜欢你 自打你来了以后 妈活得比原来高兴多了 可是翠花 这城里不比乡下 在乡下 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 城里不同 你以后得学会 跟人家相处 就这样吧 行吧 妈 那听你的 孙老师 孙老师 来呀 什么事啊 孙老师 鸡下蛋了 这几个鸡蛋 我们家有鸡蛋 你自己留着吃吧 来来来 陈芝 进来 进来 坐坐坐 陈芝啊 马上就要毕业了 毕业以后 我什么打算啊 还没打算呢 我回冰河 来 我 您放这儿吧 为什么一定要回冰河呢 也不为什么 就是我家在那儿 而且我母亲岁数也大了 身体也不太好 如果你在外地工作 你可以把母亲接来吗 这种混乱的状况 迟早会解锁的 国家呢 一旦走上正轨 就会大量地需要人才啊 你们这个班呢 真正称得上有人才的人呢 没几个 你是其中之一 陈芝 想不想留在省城 不 我不能留下 为什么 这个机会可难得呀 你们这批学员呢 是涉来涉去 基本上是哪儿来得回哪儿 除非原来在省城的 咱们班呢 有三个名额 那两个我没有办法 人家是戴着帽下来的 家里边又是干部 还剩下一个名额 我想推荐你 刘老师 我真的不能留下来 为什么 我 我热爱自己的家乡 陈芝啊 你知道吗 为了这一个名额 竞争有多激烈 三年了 有些人 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他一心一意地就想往上爬 听说还有这么一个名额 照顾我好多回来 我坚决不同意 我觉得 这个名额 应该留给配得上的他的人 陈芝啊 我希望你再深入考虑一下 我不用考虑了 谢谢刘老师 不过 如果有可能的话 您能不能把这个名额 留给叶秀罗啊 为什么呀 叶秀罗太不容易了 而且他本来就生活在省城里嘛 他的父亲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啊 他的户口已经转回原籍了 他父亲的事和他没关系 省城是他的家 再说他也没有什么亲人了 要是再被发配到下面 那他就没法活了 刘老师 您就把名额留给他吧 他学习一直都挺好的 陈芝啊 你不会跟叶秀罗太谈恋爱吧 没有 您千万别这么想 我就是觉得这样分配公平 行吗 刘老师 请进 刘老师 马倩生啊 有事吗 那个 本里有些工作想象 您汇报一下 那我先回去了 好 陈芝 来来来 有你一封信 我看了一下 春光文学寄来的 怎么 还在搞创作 没有没有 我有一个亲戚在那儿 我走了 好 来 坐吧 来 这儿 这个嘛 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 三个名额 我是班里的党支书 三个名额当中 总应该给我一个吧 是有三个名额 可是有两个是戴帽下来的 钱拿庆和赵楠 他们的家庭情况你也清楚的 总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 还是没有打倒他们这些特权思想 这是现实啊 在科业改正之前 我们先接受它吧 那 那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给谁啊 还有一个 要系里边来研究了 你也知道 剩下最后一个名额 竞争会更加激烈 刘老师 您不会是留给陈志的吧 即使留给陈志 这不正常吗 在你们这个班里边 陈志 难道不是学习最优秀的吗 可我们是工农兵学员呀 不能只注重学习吧 像陈志这样的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班里所有的活动 她从来不积极参加 还有 她是非党员呢 可是 在条件里边 没有非党员这一条啊 可是 她有道德败坏 和严重的犯罪行为 你说什么 不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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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的 最后的证捜 有点凍事